越南民众发动五一八全国排华大游行 现在不少台商都非常紧张 而在越南街头也出现居 这是基层越南劳工新生 他们取了牌子要求抗议民众不要再制造动乱了 因为他们需要工作要饭碗 不希望会乐生气 影片中这名富人当街大声叫嚣 不断的煽动员工停工 砸毁台商工厂 但员工们拒绝 并且试着安抚周遭抗议民众的情绪 五一三排华暴动 毁了不少间台商工厂 现在在越南街头也出现基层劳工的新生 要求抗议民众别再制造动乱 他们要工作要饭碗 还有越南员工勇敢站在第一线 举牌强调我们是台湾的公司 不是大陆的工厂 就怕冲突越演越烈 自排就是要求那些暴动的暴动分子 不要来继续制造暴动 让他们也可以有上班的地方 不愿工厂被毁 没生计基层劳工拒绝姿 表达要工作的心声 而这次大暴动受影响的不止劳工 还有越南的观光事业 基本上很多的一些观光景点 有很明显的外国人 都已经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本地的老百姓 还是希望说赶快平息这样子的混争 基层劳工期盼动乱尽快平息 毕竟台商撤资一场 当地居民失业 断了经济观光命脉 最大的输家还是越南政府 记者陈生业王远方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